一切万法原来是一体 这个一体就是法神 说佛三师父 共同一法神 佛是大吃大悟 明白了 我们有没有 我们跟佛没两样 佛看我们跟祂是一法神 我们看佛我们跟祂不是一法神 我们看错了 所以这一法神 整个宇宙是一法神 我跟祝福是一法神 一切众生跟我是一法神 一切动物跟我也是一法神 树木花草也发神 山河大地也是一法神 这是真相 这种显现就是 四星里头 本具的 无量功德之所出现 这些幻化 完全是梦幻报应 包括 舍法界 包括 华藏时期 你一定要知道 不可以以为 这是真那是假 你就迷了 自信 清净心的 本来无一无 你怎么会来个真假 真假是 忘念了 迷了 齐心动念就完了 不能齐心动念 这个时候 你想 你说菩萨的境界 菩萨的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记住 同体 无缘是无条件 慈是爱大家了 悲是 怜悯他受苦 要帮助他利苦 用慈性帮助他得乐 大慈大悲 是自信第一德 自信 万德万能 那个万不是数字 代表无量 无量的德能 第一德能 就是慈悲 也就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 爱 上帝爱是人 神爱是人 第一德 那我们问 上帝是不是佛的化身 是的 神是不是佛的化身 是的 统统都是佛菩萨 我们 根据这个概念 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 众神一体 我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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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м诠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